好,那我们上课 请看前面这边 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教的东西是 Blender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分割视窗 那这个分割视窗很好用 所以我们今天待会都会用到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就先教分割视窗 那请注意这边预设这边就有个 有个好像视窗的东西 但是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很碍眼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让我的画面变小 这时候你按T 它会缩起来 再按一次T它又会跑出来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画面大一点 请按一下T 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的画面更大一点 第二个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你的视窗可以看不同的角度 我们上次已经做过一个示范就是用这个ToggleQuade View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呢 它会变成四个视窗 那这四个视窗有前 前 上 右 和相机 OK 这是预设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让这个视窗呢 就是就是变更角度 只有这一个相机可以变更角度 其他的都不行都是固定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想要弹心一点 这时候呢 我不能用这个ToggleQuade View 那我要用的方法是分割 分割视窗的时候 你在这一个两个视窗中间的这条线上面 按一下你的右键 当你按右键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这个画面叫Sprint Area 或者是Join Area 那要分割用Sprint 要把两个视窗合并用Join 所以我们现在先分割 分割 当你按下那个Sprint Area之后呢 中间会出现一条线 OK 这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是想切视窗 这个线就是切点 那你把它按下去滑鼠左键之后呢 它就变两个视窗了 那两个视窗都一样 这样子只是浪费空间而已 我们不会希望两个视窗都一样 通常呢 如果切两个视窗 我的习惯是 第一个 射相机 相机视角 第二个呢 就看你想要射哪一个视角都可以 或者是使用者视角也可以 那我习惯这一边是射前视角 OK 那所以当我这样子射前视角之后 你会看到 OK这个 这个视窗跟这个视窗呢 两个之间 就是你同时可以看到 这一个立方体的两个角度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继续在这边操作 比如说 我如果按Shift D 我可以复制一份 再按Shift D 又可以再复制一份 那你会发现这边两个视窗都是同时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现在没有要那么多 我按Ctrl Z就可以恢复 Ctrl Z 恢复到上一步 好 那这是切割视窗 那切割视窗不只可以切两个 请注意你任何中间的一条线 把它按滑鼠右键 就可以切割 像这样子 变成三个视窗 那可以再切 变四个 再切 变五个 这边也可以切 变六个 变七个 OK 当然你不会想要那么多 切到这种程度的话每一个都太小 所以这时候我再合并回来 按一样在中间线按滑鼠右键 这时候不要再选Split Area 选Joint Area 连结两个区域 这样它会有个键号 你仔细看一下的话它会有个键号 那这个键号我想把哪一个并掉 我就按那边 它会把那个东西并掉 同样的这里Joint Area 那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键号 我把它并掉 同样的这里我Joint 把它并掉 这里Joint 把它并掉 再来呢这里也可以Joint 再把它并掉 这样我们回到刚刚的状况 OK 那这边是不是要Joint呢 就随便你 因为 其实 有时候三个视窗也蛮好用的 那这个三个视窗 我这边就可以再选择 另外一个视角 比如说 我选 刚刚那个选择前视角 这边选顶视角 选顶视角 选顶视角 从最上面看下来 它这边呢是从前面看过去 前面看过去 它这边就是相机 这样子 的安排 我觉得 很多时候用这种模式 会比用你 直接用四个视窗的好 因为我希望 主操作视窗大一点 主操作视窗如果大一点的话 会比分割成四个视窗好 OK 那这边只是观察而已 所以这边 现在请各位 试一下分割视窗 记得在中间按滑鼠右键 做Split或Joy 请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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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